各位兄弟们,这台机器当时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了,一直没有去折腾它 然后今天呢,打算练练手,把这个机器做一个离修啊 先让我们看一下它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开机 看一下,它是屏幕裂了啊,重上分下,要差一下啊 但是这个外观橙色是非常棒的,有个旧物心 如果就这么放弃它一段可惜了,因为它屏幕,每次它的损坏了 这就是屏幕坏了,我们现在开始 关机,把充电线,取出触控笔和内存卡 选用1.50字改锥,首先拧下被盖两颗螺丝 拆下后盖极电池,这里可以查看两码合一 然后继续拧下逼格的数十颗螺丝 开盖时,小心后盖摄像头排线 注意尖键上有弹簧,小心收纳 先将所有主板上的排线拆下 然后拧下全部主板螺丝 不得不吐槽2DS主板螺丝是真帝 注意顶盖介于主板及一颗之间 上面也有两颗短螺丝 终于拧好了 掀起你的盖头来 注意按有胶垫的位置 我是说安装的时候别露下 我们轻轻接下屏幕总成 由于新屏幕没有粘胶 圆屏垫胶状态不错 取下用之 借一点工具过度一下垫胶 对齐,贴枝 调一下垫胶的位置 接下来用除尘胶带清理屏幕灰尘 包括一颗内侧的塑料面板 稳稳的归位屏幕 迫不及待安装主板 先不拧螺丝 装上来测试一下屏幕是否正常点亮 注意各种排线全部归位 注意别将喇叭扯断了 希望可以一次点亮 白白净净的屏幕又回来了 可以关机放心的拧螺丝了 遵守一个原则 那就是怎么拆下来的就怎么装回去 再次注意尖见弹簧 位置仔细观察 弹簧布归位 就用镊子帮助 这里闹了个笑话 摄像头排线插口在右侧 我却在左侧折腾了半天 总算是搞定了 好的 机器就这么活过来了 测试一下功能一切正常 跟流水线品控不相上下 小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